上赛季常规赛,詹姆斯场均能打出27.5分,8.6篮板9.1助攻1.4强段,投完命中率为54.2%,这是詹姆斯生涯。 首次打出这样的数据,到了季后赛,詹姆斯的表现更加出色,场均能空下34分9.1篮板9助攻1.4强段,投完命中率为54%,不仅如此,詹姆斯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吧,其实带进了总决赛,如果没有没有詹姆斯的话,其实上赛季很有可能就是首轮游。 上赛季詹姆斯打出了生涯前所未有的表现,季后赛中更是打出历史级别的表现,然而詹姆斯,已经33岁,已经可以被称为是一名老将。 詹姆斯能在进入生涯末期时,还能打出生涯之前都没有打出过的表现,实在是难得。 不只是詹姆斯,科比在自己33岁时也打出了非常亮眼的表现,11-12赛季常规赛,科比场均能得到27.9分,54篮板,4.6助攻1.2强段,投完命中率为43%,其中,场均得分仅次于28.0分的杜兰特。 如果不是因为常规赛最后一场,只得到26分,科比就是当年的得分王了。 科比在11-12赛季常规赛,打出非常高光的表现,在季后赛也不遑多让,但胡人最终还是不敌雷霆,只不四轮,相比于科比和詹姆斯,乔丹在33岁时的表现更出色。 1995-96赛季,首次复出后的第一个完整赛季,乔丹场均能得到30.4分6.6篮板4,4助攻2.2强段,投完命中率为49.5%,数据上完全不输詹姆斯和科比。 不仅如此,乔丹还带领公牛,取得了72胜十负的历史最佳战绩,并成为了常规赛的得分王和MVP。 到了季后赛,乔丹也依旧无敌,一路过关斩将,最终顺利夺冠。 乔丹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FMVP,这样一对比就可以发现,虽然科比和詹姆斯,在各自33岁的表现都很出色,但是和乔丹一比,都要逊色不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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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